台湾海洋向前行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窗 台湾海洋向前行 我是征修科技大学的方立行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 台湾区鲁公会的总干事 黄昭青 黄总干事 在最后的一节 就像我们每一次谈到 节目的最后的时候 他要告诉我们 我们的这个海洋领域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的机会和困难在哪里 黄总干事就麻烦您了 黄总干事就麻烦您了 事实上 韦瑜悦在经过了这么多 风风雨雨之外 他好像也没有一刻停歇 事实上许多的问题 还是不停的会出现 但是我们也始终保持着 乐观的态度 正面的去迎接他 去想办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 我们可以从世界两种组织的这个报告里面发现 海洋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 动物性蛋白质提供的一个场所 那所以说只要对于在 资源合理的利用范围的话 那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 对于这个提供这个动物性蛋白质的这个需求 我们还是可以从海里面 源源不尽的这个取得 那但是重要的原因就是 怎么样才能够源源不绝的利用它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这个重点所存在 那目前 远洋鱼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普遍会对于鱼业 产生一个负面的一个评价 那就是说在鱼业的捕捞之下 资源一定会灭绝 但是事实上我们必须也让这个 在听众们了解就是说 像鲑鱼这样一个资源 它在国际上有它专属的这个 国际组织在做管理 在印度洋有IOTC 那在大西洋有所谓的ICAT 就是大西洋委内保育委员会 那在这个太平洋有WCPFC 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 那在这个美洲有美洲热带委内委员会 那甚至对于专门的鱼种 也就是所谓的南方黑尾 它还有南方黑尾保育委员会 那在每一个委员会之下 它都设有这个科学委员会的存在 那所以科学家会利用 资源评估的方式 来判断这个资源的这个状况 它是属于良好的状况 还是属于危险的状况 还是属于过于的状况 那事实上 在以这种科学的方式来评估资源 然后再来进行利用的一个方式 才会是一个比较合理 比较科学的方式 而不是一味的凭借的印象 来做管理这样的一个部分的话 会来的强的许多 那所以第一个 对于资源问题的话 我是认为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交由这个科学的机构 来做研究 然后来做资源评估 然后来进行做所谓的这个 最大可持续利用的这个 这个渔产的这样的一个利用 那第二个 对渔业产生一个负面的评价的这个部分 就是人权的问题 因为目前在渔业的劳动力上面 出现大概两个部分的一个断层 第一个是渔业干部的断层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好像我刚刚所说的迷思是存在的 因为只要碰到渔业 就不会有比较浓烈的兴趣 要去上去去从事就业 所以我以前所读的这个科系 从渔业系改成这个渔业环境科学系 那到还是很多这个年轻人 不愿意上船去 那这个还另外有一个断层就是 这个年轻人毕业了之后 他从学生要到能够读当营业的干部 他还是需要有一段的这个历练 那这个过程里面很多人磨练不过来 因为当船员的薪资 并不是那么高 但是你要当到干部 又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历练 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 所以这个渔业署最近 在这几年里面也推出了 所谓的百万年薪 渔业从军的这样一个专案 他的做法就是说 只要你是水产院校相关学生 毕业之后 你可以到渔船上面去工作 不管公司给你的待遇是怎么样 我都给你每年一百万的保证待遇 那这样的一个待遇可以持续三年 也就是说我希望你在这个三年里面 没有后顾之忧的 可以赚进你人生的三桶金 然后你用这三年的机会到海上去 尝试一下渔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你这个三年熬过来了 我相信你从学生变成干部 应该没有问题了 那将来变成干部 包括大车大副船长 你的薪资就不会是问题了 那也会变成我们这个船上的 新的这个生力军了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 目前干部所面临人才方 那但是我们补充的一个方式 那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 我们之前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因应国际上的要求 我们的渔船上面必须要配置有 5%的这所谓的观察员 那这些观察员呢 事实上渔业署有一个专门的计划 在招聘这些观察员 那因为观察员长期的 在海上跟这些渔船的工作 那他又受过一些基本的训练 那他的这个知识 或者是他的这个学历 学经历 也有比一般的这个船员要来的高一些 那所以基本上这一些观察员 最近有一个趋势 也慢慢的成为我们这个渔业干部 补充的一个来源 那所以我在这边利用这个机会 也可以呼吁一下 我们的这个有志的这个年轻人 事实上你可以往这两条路来发展的话 那对于我们这个渔业人才的这个补充 都是相当有助益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所谓劳动力的缺乏 那船上是属于这个 虽然是技术密集 但是它也是属于一个 劳力密集的一个产业 因为工作 在海上工作的时间 本来就会比较长 那所以国人普遍不愿意 从事这样一个工作 因此呢 我们就转到这个东南亚国家 包括印尼 越南 菲律宾 柬埔寨 那还有到大陆 这些这个鱼工这样的聘用 那大陆最近这几年来说 它本身这个内需的这个市场十分的大 所以它的这个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当的大 所以从早期的这个300块美金 一直到现在900块美金一个月 甚至都还不容易可以招聘得到这个大陆船员 所以我们目前所用的这个外籍鱼工的这个部分呢 就包括了像菲律宾 印尼 越南这个部分 但是聘用这些外籍鱼工的这个部分呢 常常也会引来一些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就像最近有一个报导 就是说泰国他们在虐待鱼工这样一个事件 那事实上也被一些团体引用到说 台湾这个远洋大国是不是也是用这样子 在这消费鱼工 来做这个鱼弩 那事实上我必须要在这边澄清 在事实上在台湾的远洋渔船上面工作 那它是有得到一个并不像是说 它像那个泰国那种个别的案例这样子 在船上的工作事实上我们都是透过合法的仲介 然后这个薪资是透明的 然后在政府也有要求一定的保险金额 而双方的这个劳动契约都必须要送到这个政府单位去做合备 所以在这个人权的问题上面 我是不希望就是说有这种以偏概全的这个部分 然后使得我们的渔业劳动力 在本来就已经够缺乏的这个情况之下 更加的雪上加霜 那这个是对于这个一般渔业负面评价 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混货的议题 混货我们叫做by catch 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抓的那个鱼 就是target species 就是我们想要抓的是鱼鱼的话 那但是因为岩神钓基本上 它虽然是一个比较友善的一个鱼法 它把这个钩子放在海里面 那有的鱼鱼 但是会上钩的鱼种 却不见得你要抓大木尾 它就是大木尾来吃你的鱼 那所以它会有一些那个by catch 就是我们所称的这个混货的这个鱼种 那混货的鱼种也包括哪些 可能你会混货到鲨鱼 可能你在抛耳 在把耳料丢下去的时候 如果在高纬度的时候 海鸟也会来掠食 也可能会抓到海鸟 那有时候那个收的这个耳料 在比较浅沉的时候 或许会有海龟来 那各位都可以知道 像这个海龟 海豚 海鸟 这些都是大家关注的 保育的这样的一个物种 那所以说如何去避免 这个混货的这个部分 如果你不去做一些 确实的一个动作的话 那事实上将来可能会直接影响到 你渔业实际的一个经营 那所以比如说 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也有一些解决 因应解决的方案 那比如说我们政府也规定 你只要在南北纬25度以上 就是从事这个沿绳钓作业的话 你船上就必须要配备有所谓的 这个防鸟绳 它就是在你的船旋两侧 系上一个长长的这个红色飘带 会旋转的飘带 让你在头耳的时候 海鸟会因为这些飘带的干扰 而不会来抓你的鱼耳 然后因为抓鱼耳而被误捕了 那另外这个在船上 我们必须要配备所谓的海龟脱钩器 就是当你有海龟不小心碰到你的鱼钩 或者吃到你的鱼耳的时候 你怎么样可以在不伤害到 它的这个情况之下 就把海龟释放掉 那另外有关于这个海鸟的这个部分 还有这个鲨鱼的这个部分 台湾目前是整个这个东南亚国家 主要的沿洋鱼越国家里面 对这个鲨鱼保育的这个部分 做得最彻底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求 因为早期会有一个批判的声音就是 你们都只吃鱼翅 没有权鱼律用 那把这个鲨鱼的这个鳍割下来之后 就把身体丢掉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现在做的是 权鱼利用的这个部分 所以每一尾鲨鱼 不管是鞋连身或者是鞋绑身 你都是必须要把它的鞋 截附在它的身上 然后回到港口泄鱼 所以当你回到台湾的时候 如果你的鞋跟你的数量 是不符合的话 那就是违规作业 那事实上 国际上都还没有做到这样子 一般国际上它 我们做到的管理的规则 大概就是说 你的鞋不可以超过你的 这个鱼货量的5% 也就是说它以比例去换算 就是说你这个鞋如果割下来的话 应该它大概是占5%左右的 这样一个数量 所以你有5%重量的这个鱼鞋 那你应该就有这个95%重量的这个鱼 鲨鱼的这个肉的这样一个部分 国际上只是做到这样子而已 但是我们已经做到就是 其连生 其绑生就是100% 通通都要回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也面临到 这样一个问题 那最后就是说 整个市场面的这个状况 事实上又回到了这个 最后的就是 这个抓了鱼 最后就是希望能够提供 人们优质的这个蛋白质的 这个提供的来源 那日本市场 我们最近发现 日本事实上 它自己本身也研究也发现 日本的年轻人开始有一个 所谓的鲤鱼的现象 离开的鲤 离开了鱼了 所以年轻人对于 使用这个水产品的话 似乎也有一些距离了 他们比较喜欢 这个西式的这个 西方的牛肉 各方面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对于这个鱼的消费量 也逐年递减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我们目前想要做的一个工作 就是不管是在日本市场也好 大陆市场也好 甚至我们台湾自己本地的市场也好 来做一些鲤鱼 像这种优质蛋白质的这种这个鱼业 它是我们所抓的鱼货的这些市场的一个推广 那这个大概是我们目前要去做的一些工作 可是整体来讲 我们的全世界的鲤鱼的产量是下降呢 持平呢 还是有保育的动作以后它开始有恢复 事实上整个世界鲤鱼的量没有办法 用这样的概括性的问题来做处理 就是说像FAO它在计算这个鲤鱼量的时候 它是把证监也算在里面的 但是证监是非常资源量非常大的 就像一艘微网船 它一年的鱼货量可能有上万公顿 但是上万公顿可能我们一艘船一年的鱼货量只有 岩神钓船一年的鱼货量大概只有两三百公顿 那所以说你如果说把这个微网的量 拿来跟岩神钓的量混合在一起 来看它的成长趋势或者是成长或下降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会失增 这样会失增 那但是就这个整体 岩神钓的这个部分的话 目前说实在的 因为经过了几波的剪船 日本市场的衰退 日本的剪船 台湾的剪船之后 整个的供给量是减少的 黄总干事对这鱼鱼液实在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 可是我忍不住还是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国际对鱼有这么强而有力的管制以后 那我们世界的鱼鱼的产量 到底是在降低呢 还是已经稳定了 还是在慢慢的回升 我想这个问题不能够总概括而论 因为不同的鱼业种类别 它有不同的一个作业的方式 所以它所会捕捞到的这个鱼货量 也会不一样 那根据FAO的这个统计的话 那事实上每年这个鱼鱼的捕捞量 会高达50几万吨 那但是最主要大部分是来自于证监 也就是围网这样的一个捕货量 因为一艘围网渔船 它可能一年会捕都上万吨左右 那但是延绳钓呢 它一年大概就只有两三百吨的这样的一个配额 所以基本上要从这个整体的鱼货量 来看说这个资源是往上升或往下降 我想不是那么的简单 但是我们从这个市场的供应面来看的话 整个市场的需求是往少的方面去走的 那目前的这个船只树面 也是往少的方面去走的 也是往延绳钓 对 延绳钓 那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话 对于整个资源的压力也是变少的 我觉得它还是在一个 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之下 是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 台湾区鲍鱼工会的总干事 黄昭青 黄总干事 来为我们做了这么详尽的说明 透过他的说明 我们了解了台湾的鲍鱼的过去 现在 甚至未来可能面临的事情 所以海洋还是在我们有适当的管理之下 大有可为 欢迎你下一次再光临我们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